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一个海边 在这个海边这边呢有很多这个小圆船啦 那我其实不知道这个他们叫什么啦 但是就叫它小圆船吧 因为是圆形的 然后这边呢应该是他们刚刚出海埔移回来了 现在是在收网的时候 看到有这个上面有布的呢 就是有人在工作的这个 渔船啦 下去 看看这个 小渔船吧 这边的网呢已经是弄好了 全部都已经弄了嘻嘻巴巴了 我们在选那个 这个小圆船哦 说法啦是只有在越南有看过啦 其他的地方呢我都还没有 见过这个 这样子的船 很特别 那我之前呢我不知道他这个船 怎样在那个海边是 就是行驶的 我以为他们是用那个 那个船桨在滑的 后来我发现到 原来哦 他们是有这个 引擎的 是靠引擎在走动的 好 你看这边 整个海边都是 很美 这边这艘小原船呢 他们就来在拉着这个网啦 找那个 夹在网里面的这些小鱼啦 这些就是他们的 补鱼回来的鱼鱼啦 但是 好像很少 没有很多的感觉 他的网其实 蛮大片的 然后他 旁边的 这一艘呢 他们应该是 找完他的鱼啦 这个已经是 开始在 收网啦 这样整大片的网呢 全部就要塞回去 这个小鱼船啦 这里的沿海一带呢 都有很多这个 餐厅啦 然后他们的餐厅呢 都会把这个 桌椅 摆在 这个 靠近海边这边啦 这里海空呢 是 蛮大一下的 一边 吹着海空呢 一边是 享用他们的 餐点啦 我感觉哦 这边的人哦 他们都 蛮enjoy他们的生活的咧 哦 你看我刚刚一路 起过来哦 都是 这样子一群 哈喽 新角 就是这样一群人 坐在这边 然后就 享受他们的下午 哦 越南人真的是 很会enjoy 这个呢 是 这一带海边的 应该算是 它的进口啦 然后这边 有一些人在这个 海边这里很水 在 一进口这里呢 是有一间这个 寺庙啦 我去看一下 不是寺庙来的 原来是 粉墓来的 哦 你们看 这个 应该全部都是 坟场的 但是它的坟墓哦 就是 蛮simple的 就是一个死碑 然后 就这样回起来 基本上 他们的坟墓就是 他们长这个样子而已 OK OK 现在呢 先 在这里 休息一下吧 好